传统的菜篮车要不断的弯腰 把买到的菜放到篮子里头 对于腰椎来说是一大负担 现在北科大的学生就设计了用脚踩就可以升降的菜篮车 拖着菜篮车到菜市场买菜 常常得弯腰把菜放进菜篮底 别说老人家弯得直不起腰 连年轻人都觉得不符合人体工学 北科大学生因此发明了升降菜篮车 轻轻松松用脚踩 就可以让菜篮升上来 不但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 教育部也颁发卓越奖肯定 我们未来希望它比较走比较中高端的部分 maybe它材质就会是摆脱过去的铁架 可能会用到铝架的部分也说不定 还有结合香菇太空包的蘑菇小夜灯 也得到亚洲年轻设计师奖 上面的一些灯光的变化 然后让这个香菇长起来的时候 整个升降过程会更就是缤纷 结合制冷晶片做的解冻砧板 可以在板子上调温度 选择一半解冻一半不解冻 得到IF设计奖 而子母游泳圈内外圈可以拆开来 还可以把外圈分成两半变成手臂圈 得到创业竞赛奖 已经由厂商向众要量产 记者彭书清史维普台北报道